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起诉洗衣液品牌侵权 随意使用肖像获利,大家需慎重 据天眼查称,这种侵权行为是肖像权的免费使用 看来该品牌随意利用王一博的肖像牟利 随后被王一博的公司起诉这应该支持王一博的维权 同时,备诉公司此前也曾被赵丽颖起诉侵权 原来是吕范 这种不正规的肖像权使用 大家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不要被无良伤犯误导 这次要支持王一博维权 因为王一博的洗劫经有个代言 就是我们熟悉的避浪 所以这种盗用他人肖像权的非官方行为 实在是太丢人了 不仅给艺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还从中获利颇丰因此 我们应该寻找正式的背书 不要被无良的交易者所迷惑 这是一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同时,我们也需要帮大家普及一下王一博的诸多代言 毕竟王一博的代言人很多 很多品牌都为大众所熟知 首先呢 王一博的商务代言目前数量是31个 生活类的代言有毕浪、悲剧熊、处己、毕胜、SKG按摩仪、海伦凯乐眼镜等 其次呢 食品类的 上好家属 纯真 勇闯天涯Super X系列 生气波波 康师傅冰红茶 肯德基 香飘飘 每日黑巧 炫脉 黑湿啤酒 王宝宝麦片 快手小厨 再次 服饰类的 安踏 香纳 太平鸟 郊内 Evisa 再次 科技类的 Redmine手机 联想 优酷 奥迪 最后 护肤类的 植村秀 百雀灵 尤妮夹 好了 各位小伙伴一定要认准了 毕竟很多的代言已经到期了 剩下的这些代言呢 有很多也是合作比较久的 所以各位不要看着有王一博头像的产品 就以为是他代言的 其实很多都是侵犯了肖像权 如今的王一博刻意降低了热度跟曝光率 更是致力于主流路线 从他接拍的作品 大部分集中在了主流证据题材 更是在参加的节目中 更多的是主流推广的节目中露面 他在做精选 更是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在经缩 这样的选择很大胆 很多人说他现在稳扎稳打 不仅赢得了口碑 而且更迎来了好的路人员 王一博的深入浅出 的确不在乎的就是热度跟流量 因为当下的他 实在是过于锋芒毕露了 所以必须降低曝光 提升高质量路面 才符合当下 更重要的是 纵观这一年 王一博公开路面只有两次 都是参与到了主流晚会中 一个是五四晚会 一个是最近的香港回归25周年云歌会 每次露面都引来的主流媒体鼎力支持 五四晚会为共青团100周年献唱了青春宇宙 香港回归25周年 带来了新歌 你好香港 很显然王一博成为了当下主流着重推崇的C世代的代表 所以他的路线更像是公务员的方向 果然是上交给了国家 好了 这种自豪跟骄傲 这种牌面都在告诉我们 王一博跟郑苗红 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最终的 gadさん 走吧 好 好 ES